朋友们好,我是阿良 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过准备养猪吗 因为没什么经验 所以就暂时打算买两头小猪吧 我是拖了我姑姑 问了她那边的人 说那边有卖的 所以就去买了两头小猪 花了3300块钱嘛 差不多是40块钱一斤 有的人说买贵了 但是因为是熟人嘛 所以也没有讲价格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买贵 就这样吧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是刚刚满月的小猪伞 长得还可以了 是什么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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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又 és 香港 我没想过 我要老大 我爱你 你不要 不好 不 你在哪 不要 到一家一 一家一 二家一 去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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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자를拾花了 反正さらに難しい これはなぜ 现在我们开车回家了 两头猪总共花了3320块钱 有80几斤的还是比较重的 刚一到家就听我们这边老乡说 这个猪的单价高了一点点 有的地方只卖35一斤 不过会比较大个一只 总的算下来价格还是差不多的 就怕他们还去弄了一点干草给他们 结果 他们喜欢用那个嘴把这个干草一直拱来拱去 就很烦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朋友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